台南养殖的代壳巨无霸大生蚝 科农发现不但变小了 数量也变少 当地已经有业者暂停宅配出货 预料今年中秋要烤生蚝 恐怕要多伤荷包 农委会水士所表示 新南沿海养科 从彰化到屏东 都疑似因为极端气候而影响到了生长 来到台南北门如足溝溪湖 科农一早就忙着采收牡蛬 不过收上来的牡蛬 不管是数量还是大小 农民都很不满意 不管是数量还是大小都比鱼网差 科农把两颗牡蛎拿在手上比一比 左边的大约首长大养成三到四年 而另外一颗却只有一半大 但这已经是养了两年的状况 农民怀疑极端气候惹祸 巨无霸大生蚝的大概养第二年 就会到这样等级的大小 可是今年养第二年 它还是大概是这样的等级而已 今年的产量像现在是正产期 大概科农采收上来的那个产量 大概在往年的一到两成 就是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那渔民也有反应说 可能就是那个 因为他们养殖的环境的变化 对于这个状况 农委会水产试验所台西分所表示 有观察到台湾西南沿海 因为极端气候冲击食物链 而影响收成 要再持续观察 今年中秋要吃牡蛎 恐怕要多伤荷包 记者用政衡 台湾报导